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Words Auto资深编辑Tom Murphy的分析 新的车型是推出了多项新颖的设计 为七人座的箱形车式重新的定义 在2018年大改款的Honda Odyssey车上 增加了诸多前所未有的配备 包括了可以改变乘坐格局的第二排魔术座椅 Magic Side Second Row Seat 以及Honda VAC Cabin Talk Cabin Watch等等 依评审的看法 新车所代入的超高级友善家庭设计 足以获取买家的眼光 包括那些只是想在物色多功能修旅车的人们 也会对minivan大为改观 从2016年起 Words 10 Best UX Award 是颁给促进生活风格 以及创造人性科技的出色车种的 今年大奖给予了Honda Odyssey可谓是实至名归 过去的七年当中Odyssey在US均蝉联了同级最畅销的车种 预计今年随着大改款的推出又将会是丰收的一年 Odyssey在外观设计上则是保持尽有风范并无太多的变化 主要是针对水箱护照与椅更动 全车的头尾灯组更是类似Civic以及Pilot LED的设计 第一次采用了浮动式的车顶设计 也让车体变得更富裕流线感 另外Lightning Ball车窗底更富裕了Odyssey几分新意 车室搭配大量的软质材料 覆盖了整个内装甚至是门板 双色配置博为赏心悦目 驾驶座全新的数位仪表以及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台8寸的触控荧幕 还增加了后座摄影监视 下方为空调设计搭配了按键式的排档 座椅加热 警示灯 Star Stop Snow模式以及Echo模式相当的工程 在第一二排座椅使用房屋皮革的材料 新的Magic Slide座椅提供四种变化 例如拆掉第二排中间的座椅 可以让第二排只坐两个人 座椅下可左、右边向中间滑动 形成侧边走道 让第三排的乘客是更容易进出 Odyssey还搭配了Apple CarPlay以及Android Auto 当然还有4G LTE Wi-Fi网路 手机无线充电 10.2英寸西顶式后座全彩萤幕 脚踢感应后车厢 自动远光灯 8具气囊 Break Hold 盲点侦测 以及后方交通警示系统等等是一应俱全 动力为3.5升 V6缸内直喷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280匹 车款也有ZF9速或是10速自排变速箱 供您选择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房子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te Farm让您稳健一生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